大乘心事 大乘心事 九八大乘心事 我是陳鋒 電話線上你現在有Anne Anne想說你和你女兒的問題 當義女的事 義女的問題 溝通的問題 義女有幾大 三十四 我女兒我兒子三十一 我六十五 嗯 什麼問題 就是 溝通 現在 我的女兒 在外面做工 星期日回來 星期五 所以我們通常 在WhatsApp溝通 聊天 因為我 我本身沒什麼讀書 其實 所以有時候 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不懂得打那些字 什麼 我們有時候 是想不到誤會 就很多誤會這樣搶身 哈哈 打字都可以打到誤會出來嗎 嗯 因為我 他們年輕人 打那些異言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就想不到 有時候就很多誤會 對嗎 嗯 就變成 我就變成 很怕幫他們 說話 聊天 和WhatsApp 都很少 避開這麼久 因為 避開那些 衝突 很難想像 這樣怎麼可以 造成衝突呢 你看不明白那些字眼 嗯 嗯 有可能 溝通的問題 就是 比如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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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 他們 去 禮拜回來 這樣 有時候 我們 旅行出別 五天 八星期回來 就是 你想煮的家庭 有飯給你吃 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拜六回來吃飯 有沒有 問我 為什麼 我煮飯給你吃 說為什麼 是嗎 是不是 沒有什麼 我就煮飯了 你回來吃 我現在問你為什麼 解釋為什麼 你有煮飯 他怎麼問我 所以 我就 我看到這樣 我怎麼回答呢 他是不想你辛苦 是不是 為什麼你要煮 他想回來跟你出去吃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他要我說出原因 因為我愛煮飯 所以你有空回來吃 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回答他 你不回答他說 因為你回來 我心愛的女兒 我想煮的好東西給我 我心愛的女兒吃 那你說 整個衝突是不是 立即消失了 你如果這樣 你認為如果你真的這樣寫 我女兒嘛 我當然煮的好東西給我女兒吃 我當然沒那麼噁心 就是這樣 我想煮的好東西給我女兒吃 那你覺得他會怎麼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有談過 打開來講 那你說 你又說 你愛煮飯 你愛煮飯 我回來吃 那你說 現在不是我有我的生活 我有朋友牽止 那你又說 我愛煮飯 我就知道你愛煮飯 我就回來吃 如果不然 我就找我朋友 找我朋友 向外面再享受她 所以她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大家不同 你今晚煮飯 做什麼 有慶祝嗎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的事 她的想法可能是這樣 想著為什麼有什麼特別的事 你又覺得很單純 所以年輕人又不知道 爸媽媽很寂寞 現在誰跟你一起住 我兒子 我兒子 還有我兒子 還有我兒子 那你就直接跟她說 但是你媽媽的心態 到了這個階段 又要打開 如果你有約朋友 那就不要緊 那你看明天星期日的下午 我就不可以了 那我來下午 下午 我煮一頓飯 大家一起吃 你說的 就說得明一點 就可以了 說得明一點 哦 是啊 說得明 其實是一個 其實呢 你跟她 特別是你 你覺得 為什麼你這樣也不會 令不到媽媽的心呢 嗯 為什麼我心意你 你不可以了嗎 你應該這樣想 吧 應該是 嗯 她又真的不可以了 我想到很正常 是啊 你想到很正常 她又真的不可以了 她又覺得媽媽 莫名其妙 不知道做什麼 只需要說明一點 就沒事了 所謂的明一點點 你的愛也要表達出來 是 你都知道年輕那一趟是新一代 有時候爸媽 都可以嘗試 好 我行為都更新一點 我這樣的年紀 我都不怕 表明一點 嗯 我掛著你了嘛 一個星期都沒有見到你一次 說得明啊 沒事的 嗯 你覺得 即是 打字 是不要打了 直接錄音 讓她聽到你的聲音 哇 我已經五天沒有見你了 那你究竟拜錄 還是禮拜比較有空 晚餐 晚餐 你跟我說 我煮些好東西給你吃 嗯 這樣吧 女兒聽到 她的心會不會 都很亂啊 媽媽 都覺得 媽媽很掛念女兒 好吧好吧 我回來了 那你又不要強勁逼她 不要給她壓力 讓她選擇 嗯 你是拜六下午啊 還是星期日下午啊 還是星期日下午啊 嗯 可能反過來 好啊 星期日下午 你不要煮兩天出去吃 又可以 大家開始說話 因為女兒已經不在家 可以趁這個機會 說話再friend一點 開始變得朋友一點 嗯 你由那個語氣 和用的字眼開始改變 你改變 就開始改變你和你女兒的關係 你的子女的關係 和你家裡的兒子一樣 活了幾十年 是時候改變 不要用同樣的模式去跟他們說話 其實 我不知道 如果幫他們聊天 我盡量是不敢說話 我盡量是很尊重地聽他們的每一句話 我怕我聽不清楚 又怕我聽不到他們所說的東西 所以他們 其實我幫他們是 我兒子有很多東西幫我說的 我們有溝通什麼都有的 但是我們有溝通之間 我很 我很緊張 因為 我不敢 我不敢出聲 又不敢 我只是聽不聽他們說 哦 因為我是很盡量的 聽他們的每一句話 是代表什麼 是形容什麼 因為他們說公司的東西 我不是很明白 他們每次回來 都是說公司的事給我聽 哦 那你還不是只聽 嗯 笑 沒所謂 因為有時候你想想 你不要這麼有壓力 會有壓力 我覺得 你不需要一定聽得懂 有時候 他只是說 你內容聽不明白 不要緊的 其實是你留意他們的情緒 因為他們有時候 要借一個耳朵 借一雙耳朵 來講一下 發洩一下 裡面的東西 媽媽聽我說 嗯 OK的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回答 你公司裡面 我聽不明白 但我知道你可能很有壓力 不要緊我煮好東西給你 放鬆一點 傻女 你不是坦白 用什麼去掩飾 變成你越來越造成的隔膜 你又要扮演 你要作狀 哈哈 哈哈 他回答一下兩句 噢 那時候說你那個 明明出了一個人 噢 就這樣回答一下 嗯 不過也好 你很專注地去聽 好 他跟你說 跟你聊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很大壓力 你專注去聽 都當是學習 嗯 很專注地聽 每一句話 形容詞 嗯 嗯 那你便調轉來說 是這樣的嗎 嘩 我都不明白 原來是這樣的 那時候 你不要嘗試去 你不要嘗試想著 你的回答 是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嗯 他們都沒有 我也沒有這樣的知識 他們都沒有期望 你 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嗯 他會不斷跟你說 因為他覺得 他信任你 是呀 阿恩 子女會一直跟你說 所有事情 因為他覺得 你是一個值得信任 值得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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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心裡的說話 你願意聆聽的一個人 不錯呀 你這樣保持到這個 印象 真的 真的 哈哈 他好過他回到來 做工 怎麼 不敢 不說 你選擇 你去哪一種 哦 那他在我都沒有 就是這樣 回來洗澡 我小時候 回來洗澡 就一直找我聊天 我就 就開始 就這樣說話 因為很早 有話說話 人事 工作的事情 不錯呀 不錯呀 哈哈 不要有壓力 沒有什麼的 是好事來的 真是 不錯 你問你身邊的朋友 那些媽媽 有幾多個子女 好像他們 回來會跟你說這麼多話 還說公事 沒有啦 你問你朋友 十個九個都沒有啦 嗯 嗯 嗯 就是 就是 他覺得你是家裡的一個傾訴對象 你的女兒呢 我就覺得很簡單解決 不是呀 我家庭這裡 就是 我的親人這裡 這個女排第幾 是 最大的 最大的 OK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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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營的 很高人相處的 一個人 只有他說的話 是對的 嗯 以前在家裡什麼都管 大家姐的那一款 嗯 是 對 什麼都管了 管我 管爸爸 你試一下用我正下跟你說的方法 看看 嗯 直接跟他說 那我掛著你 嗯 嗯 我很想見一下你 這麼久沒見 掛著你 直接用這個詞 掛著你 嗯 嗯 想見一下你 嗯 哈哈 現在在想著 說不說得出這樣的東西 哈哈 是啊 是啊 不是啦 生活上 很多 很多的細節 你自己選 你自己選 一 你不作出改變 關係不會變 嗯 眨眼 又一年了 哎呀 沒用來改變 眨眼又一年了 嗯 為什麼你有這麼一個心態呢 如果 他回來 找我 媽媽去找我 坐來聊天 我就會很緊張 不知為什麼 你緊張而已 我自己覺得很緊張 我怕有時候問一下他 他會 小時候幫媽媽一起住 小時候幫媽媽一起住 啊 媽媽應該有一種教導 大女 要做這些事 大女 要做這些事 這些你負責 你要看著弟弟妹 啊 那可能 可能有這個 這個教導 所以他就進了路 哎 大姐啊 這些事要管的 這些事要管的 是 而且他長輩 現在長輩給了他 他管了我們 就像你說的 那樣 他控制了我們 爸爸也好 我也好 他也控制了 弟弟也好 很深的控制 哈哈 不要用控制這個字 關心 可以說是控制的 有時候弟弟 就是 處理財前的方面 他弟弟有弟弟的看法 我們都認同 但是他不認同 他就是要哭的 嗯 大家不要有衝突 就聽完就算了 嗯嗯嗯 我考慮一下 OK啊 你說的方法都 我考慮一下 之後他都 這樣就沒事了 我們雙方面都沒有衝突 會閃 我們雙方面都會 發生不 覺得不 就是 當時候的情況不對勁 我們都會閃 離開的 是啊 有時候這樣閃一下 避一下就沒事了 沒有人 不過就是 心了 OK 問題不大了 有什麼大問題呢 沒事了 哎呀 你都懂得怎樣去處理 和處理 嗯 閃一下鼻蝦 要跟他講幾句 溫柔一點的話 等這個大家姐的心團 放鬆一點點 我跟他講話 都不敢大聲的 哈哈 哈哈 都是就自己講話 對呀 不敢大聲 他會這樣 是因為你們就 你再就 他就再大聲 再就再大聲 我不是說你要大聲回他 你是跟他講話 更好朋友 更好朋友 所謂的朋友 更好朋友 就是不要這麼客氣 即時那種 哎呀回來 哎呀怎樣怎樣 即時你怎樣 你怎樣 你這樣的表現 他自然就幫助他 建立了那個 更加高在上的位置 是這樣的 好似有一群人 有一個 不斷地被人欺負 他不斷地被人欺負 就是因為他從來不懂得反抗 不懂得反抗 大家自然就會順理成章欺負他 一個懂得反抗的人 欺負他兩下 哇 發生難渣 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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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叫你反抗他 我叫你和他開始 建立更友善的關係 就是說完了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了 OK 我給你的建議就是 跟他更友善一點 我只是說了 重複很多次 說了掛著什麼什麼 你就重複跟我說不行啊 什麼啊 他很兇的 管了所有事情 你給我的反應就是 你都不敢去改變 你的選擇來的 OK 你的選擇 沒問題的 你覺得這樣舒服就可以了 但應該是不舒服 要不然你今天也不會打你說這個問題 既然你不舒服 你又不舒服這個關係 你又拿不出勇氣去改變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他有什麼反應 是根據你來反應的 我剛才說了 你越弱越細聲 他的反應就 他的細就越來越大 你不是大聲 當年你大聲你開始惡 我 他的反應就是跟你對我 他開始收 他的反應永遠是這樣的 嗯 他怎麼反應 你怎麼反應 你是不是看著他來反應 對嗎 嗯 很害怕啊 我看著他 他也是看著你來說話 他看你什麼反應 你這麼小聲 我就說話大聲一點 你既然這麼害怕我 那我一定是這樣的 你這麼害怕啊 阿嬤 阿嬤翻身 站在他面前 我很肯定她說話小聲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大概解釋到原因 哪裏 來自哪裏 嗯 你的家婆 是不是很強勢 不是啊 嗯 但比較難服侍一點 嗯 嗯 因為那時候 我又很執著愛去做物理治療 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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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了我的責任 我的本分 所以他就不接受 所以就很多問題了 OK 我給你了解 我給你了解那個原理啊 一個人是怎樣作反應 是看著對方 怎樣反應 我跟著怎樣反應的 就像打拳一樣 打拳 兩個在舞台那時候 在擂台那時候 我開始要揮拳的時候 我一直看著對方 看看他做什麼反應 我就擋 他的手舞上來 我就攻擊 的意思是這樣 那你跟他呢 就是那種 他很強 你就弱 他看你弱 他就繼續弱 那現在我不是叫你強起來 對回他 我是叫你 突然間打開他的手 不要手握拳 好像跟他對 好朋友 打開他的手 甚至擁抱他 當你有這樣的反應的時候 他突然間會呆了 不知道要怎樣反應 他的反應 開始被打亂了 他的內心和路 開始 他就會盤算 要找另一種方式 來面對你 他可能會提了兩次 他可能會這樣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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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兩次、三次、四次 他們會這樣反應 他的平時 他們對你反應 就會因為你改變 而隨著調整 好 我已經說明了 夠了 OK 好 努力吧 加油 拜拜 好的 謝謝